跟各位掐扯几句1024这事 今天10月24号 1024号称是程序员节 程序员节其实跟我们大众没什么关系 虽然我当年也写过几天程序 但是实际上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事了 基本上全忘光了 根本就我不记得了 在那个时间段写的程序 这都是很简单的东西了 这个技术方面就不谈了 但是1024其实还是深植于我们大众文化当中的 因为1024经常是我们可以走到一些奇怪的网站里 可以看到大家回复的都是1024 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草流 大家回复都是艺术的1024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它大概就是这样的 这个1024怎么出来的呢 从技术上有一个说法 从这种情色网站上有另外一个说法 1024大家都知道是2的十四方 这个在程序员的队伍里 就是从事工作 它这个意义比你看着1000这种整数要大 因为它那个就是翻倍嘛 你自己算那这程康程康程康 到时候它就变成1024了 这个您自己算一下你就知道 所以呢 它每一个一个1024 它作为一个节点性的数字存在 所以很多人程序员一看这个 他对这个很熟悉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草流 草流这个网站呢 当年啊设置有一个 有一个我不知道现在还设置是不是这样啊 就是你发贴以后 你呢要发新贴的话呢 你得过1024秒 你知道就是一 这个你得过这个秒数之后 你才能发新贴 这个可能呢 就是怕水贴的或者怎么样 做的一个 做的一个那个 做的一个时间上的限制 那所以呢 这个数字呢 就是在回复的时候 很多人就直接写1024 就是我过了这个时间了啊 1024 后来呢 就渐渐形成一个文化 这咱这么说吧 其实嗯 虽然说的有点过分 但是呃 也是一个实际情况 就是一个蠢事干时间长了呀 大就能变成文化 这个好多东西都是这么来的 我们所谓的文化 都是尤其这种俗文化 都是这么来的 那一想起来1024 一般人想起来的 不会是程序员那种想法 虽然它是一个程序员解压 或者怎么样的这个东西 更多的时候呢 回想起来呢 还都是这些 给我们带来很愉快时光的 这个这些网站们 啊 它是一个非常隐晦的 大众能够理解的 关于情色方面的一个数字 虽然这个数字看上去一点都不情色 比那个69可差远了 对吧 你看69这个 看起来就就就很有点情色的感觉了 是不是 这个也不重要 这个也不重要啊 那今儿为什么聊这个呢 就是这两天呀 实在是看着那个 那七位 七个小矮人 这是实在是他妈的烦了 咱聊点啊 这个开心点的事 聊聊我们当年 你看我今年50岁了嘛 我们当年呢 如何的在这个 呃 情色网站 或者你说色情也好 你怎么 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这个这个时 这个这个 这个岁月吧 应该这么说 那其实我们很 每个人呢 对那个性啊 都有一个好奇 除非您天生有什么缺陷 如果没什么缺陷呢 无论您的这个 呃 您的这个性取向是什么呢 你对性都是有好奇的 尤其在年轻的时候 或者说小的时候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这 看到这个呃 裸体的女性的这个 画的画的时候啊 那印刷品的时候啊 那个应该是在 嗯 我想想啊 应该是在初二的时候 呃 好像是出差 谁过出差带来的那个 呃 普雷波爱什么这些东西 然后看了一下 就 就是 你就能理解 就是您您能理解 我不知道您第一回看这东西 年轻的时候看这东西 有没有感觉 就是一拉门一出来 就感觉这整个世界变了一个样子 当时反正我就有这种感觉 那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你有这种好奇 但是在那个年代呢 我们是没有方式能够呃非常顺利的获取这方面性的资 关于性的资讯的 这肯定不可能啊 对吧 因为呃都都给封的很严 印刷品呢 你只能买些盗版的书 那比如说那会儿有那个租书的摊子 你其中有一些书呢 它有大段的那种性描写啊 这个这个必须要承认 就是那个那都是撕印 倒印的那会儿 那会儿那会儿管的那个没那么严 那个这些东西 它里边夹杂了很大量的这个性描写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就是那个传进来的一些 呃 应该是香港或者台湾那边那种小册子 我见过印刷最精美的 就是整个的黄色小说 然后中间呢 配的配的是那个图 就是那个就拍照的 而且还不是那种打马赛科的那种图 就是很牛逼的那种 那个也都是在那个时代 我们这个阶层算是高端货了 因为家里甚至于呢 连录像机 有录像机的人家都没有几个 那这个必须跟大家说 那都没有几个 所以呢 就是后来等有录像机的时候 那就有录像带了嘛 哎那个时间段大概已经快 已经接90年代初期吧 可能是9091的时候 家里普遍的才开始有这个录像机 录像机你就买买录像带嘛 对吧 那录像带是怎么来呢 录像带你肯定就不可能去那哪买 我们那会跟原来我跟大家聊过这个 说那个在北京啊 哪有一个最近的这个色情录像带的 这个聚集销售地方呢 是白沟 白沟现在什么皮货城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原来可不是 原来啊 那地方啊 什么奇怪的东西都有 包括像是这个枪支也会有 那那块呢 就卖这录像带 人你去那个摊上 你一看 说这个没啥东西 就问有带子吗 那他就跟上说 有 那咱们村里去看去 就拉着你去那个村里 到屋子里 他那有录像机 哗 塞进一盘去 一般的而且呢 那个 我们正规买的原来空白的录像带啊 大概应该是三个小时左右 就是三百六十分 一百八十分钟 还有更高一点呢 就是如果缩路呢 大概能有个六个小时 那他有一种技术叫缩路 这个呢 三个小时呢 这个他不是三个小时 他那边带子一般是六十分钟 就是一小时左右 那清晰度肯定是没有多少了 基本上都是那个翻路的嘛 南方那边的厂子 然后呢 大量的翻路这些东西 才把这东西卖到这边来 我已经忘了多少钱了 但是呢 买过那个东西 就是那个时间去买过那个东西 因为不太敢动枪嘛 那个时候 也没敢买过枪 但是那块奇怪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现在算个正经地儿了 原来那地儿可真是挺不正经的 那你再往后 就是我开始有个人电脑了 这么说吧 是这样啊 就是我有个人电脑的时间 是远早于中国那个网络普及的时间 为什么呢 是因为网络普及啊 它是一个更后期的时候 刚我们刚买电脑 比如说我自己使用的电脑啊 我自己使用的电脑 那就很早 大概是93年94年的样子 就有那个笔记本的那种小电脑了 但是那个东西不重要 为什么呢 是因为那是老板给的嘛 给配的那个东西 你不是你的 有自己单门的电脑呢 那大概是在96年的时候 96年呢 买的是自己个人的 个人的这个计算机 那会儿刚是联想 刚出嘛 奔腾的新 还记得那个广告嘛 奔腾100 买了那么台电脑 一万一万两千多块钱嘛 加两百块钱给你打印机 印象非常深 你想96年的时候 花一万多块钱买电脑 还真是算笔钱呢 真的 当时买电脑 买手机 你想手机那会儿 一个号是4500 移动连通的大概是 那会儿好像还不叫连通 130的那个号呢 1500 就光一个号 这就 你买两个号 你就6000块钱就没了 还不算手机钱 对吧 买电脑 就那会儿买完电脑之后呢 就没有上网 没联网 甚至于那台电脑 最开始的时候 连鼠标都没有 是用的是那个操作系统是 应该是DOS 6.22吧 但你要是想 你要想看个什么片子 对 那个硬盘 我记得很清楚 是800 860兆 好像是 860兆的那个硬盘 你想想看多小一玩意 就是那样一个东西 然后呢 你三寸 上头有三寸盘 五寸盘 没光区 没有光区 那会儿没光区 你后来我那个光区装的 都是后来自己 那个扩展 它有扩展接口嘛 直接后来再装的光区 那那会儿传播这个 情色的这些东西 包括图片 包括那个文章 怎么传呢 都是拿着考一达子 这个三寸 三寸盘 那我们现在 比较先进了 那会儿比较先进了 用的都是那种三寸的转盘 往里插 然后呢 这个再给它读出来 它里边的文章呢 基本是那个 ZIP那个东西的压缩板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 记得那个 DOS命令行 就是怎么解锁 解压缩命令行 还有多少人有印象 如果有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打一下 在评论里面打一下 我看还有多少人记得 那是这样的 没有联网 再往后呢 就开始有这个网络 就是包括迎海威啊 他们这些人在做 这个把普通的电话 通过电话 然后呢 通过调制解调器 那连接到国际互联网上 那那个时候呢 国际互联网啊 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东西 我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您知道 有一个人曾经写过一些文章 说他第一次上网的时候 这个单位上网 特别庄严的 就是给领导演示吗 然后呢 就打打那个 美国白宫的那个网址 那个 White House 那个网址 然后呀 打的好像是点抗吧 应该是啊 然后呢 他就进了一黄色网站 结果发 他可能他那会儿 没几个人知道 说那个东西已经被 有人是先注册了 您知道吧 这个他就是一个 建了一个黄色网站 全是上面 全是裸体美女 那这个东西 不是故事 这是真事 因为我当时第一回打的时候 也是好奇啊 因为美国嘛 对吧 你先看看那个 夸击打进去一看 他妈的是这个 老头老太 倒是正好不在家 也还好 那会儿还 那会儿还在家里住呢 直接就看着 哎呦我去 怎么这样 赶紧又给关了 当然了 那个马上又打开那网页了 就马上就给打开了 关呢 是一个下意识的行为 这是一个下意识的行为 那从此开始呢 获取的这些这个 呃 情色资源呢 就不像原来那么困难了 因为那个时间段呢 虽然说呀 没有太多的这个 资源还是跟现在不能比啊 这完全不能比 网速也不能比 我现在很多朋友应该还记得 当时那个 一溜 你得想一会儿呢 才能连上网那个 144的猫嘛 对吧 那资源和网速都不能比 但是呢 就是跟原来比起来 就完全不一样了 原来你必然要靠你 你输入嘛 对吧 这个你只能够去 人家有什么 你买什么 现在呢 它那么多 你可以有选择 有选择性了 而且呢互动性 也完全不一样了 这跟那会儿去那个 去那个泥巴 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开源程序 做的那个聊天室 还是不一样 他自己那么聊天 也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你在网上去逛啊 然后呢 这些去找这些资源 其实我有一直有个想法 就是好多人呢 并不一定是 他的所有的网络技术 并不是因为 想查找正经资料才学的 就是这个 往往这帮人 都是他妈的 因为想去 这些网站才学的 为什么 最开始的时候啊 这个网上这个是没有墙的 是美国内是网络是没有墙的 你可以随便去看 好多朋友最早的一批网友 他们当时就是因为网络世界是互通的嘛 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在就自建网页呀 比如像当时杨支柱的那个很有名的呃 就是学而思啊 现在很有名的薛兆锋 呃那个经济学家吧 他那会儿建了一个叫什么制度 制度经济学还是什么玩意儿 啊这还是制度主义时代啊忘了 就是那个时那个时候 他就在那块建这些东西 那我们是不看这个看的也少嘛 就直奔什么 有一个叫呃刚才那个我在那看的一个说呃 一个朋友说欢欢娱乐时空 哎这个就是一个很不错的网站 各种各样的小说啊啊图片呢都有 还有呢平时我们去哪啊 叫一个现在应该早就没了 叫剧斗的论坛 这个剧斗论坛呀 就是他有两部分是台湾台湾的 一边呢是各种情色的 他尤其是牛逼在哪呢 就是说他的那个情色小说特别特别好 大概是我到今天为止应该说啊 就没有见过那么全的 而且呢分类特别科学 就是他各种各样的分类 呃你就甭你就甭问我是什么分类了啊 就是您自己去草流去看去 那个那各种各样的分类什么都有 什么古典武侠呀 什么禁忌之恋哪 什么反正一堆的这种玩意儿吧 那然后呢就给你分类分的非常清晰 大家就在那儿哎呀就是那个特别和气 非常非常和气 就是这边一说就是哎呀这个楼主辛苦啊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就是发文的那人嘛 那会那个那个时代在那块写文章的人 那个所得到的那种就是荣誉啊啊 那比现在那个网红不在意下网红作家江南 你这边这边那那块写那个东西那可有的是牛人啊 有也有文笔非常非常好的 那个现在还有一些经典的作品还在网络间流传吗 啊一直也没有什么比如什么什么什么白洁啊啊什么杨小青啊 这个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 就是说这个只是跟大家做个 怎么说呢 算是就跟大家说 说一下有这么个东西就完了 那后来就直接 就墙就建起来了 很多这些地方就没有办法去访问了 那你怎么办呢 你肯定就只能翻墙 就是一带更比一带强 墙中更有墙中手 一带更比一带强 我们渐渐学会的这些 网络的这些技术 甚至于包括自己在境外搭 虚拟服务器之类的这些东西 基本上来讲就是为了说翻墙 你说现在可能大家翻墙 去个推特上个油管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这个还有一些作用 那我们那会儿 80%到90%的人 只学翻墙干嘛去呢 翻墙到外面去看黄色网站去 没什么人那个的 你像什么就是 我就是说嘛 刚才那个什么剧斗 欢欢娱乐时空 包括像有些付费的网站 也可以去 Playboy它其实也有自己 那时候有自己的网站 你现在当然就是屁站 什么这些东西 我们其实到这个岁数 其实已经不太看那些东西了 对吧 但后来还有很多的就是资源 资源出来下载 你比如现在草流 草流的它的关于影视的板块区 其实草流我一直觉得它属于 不太不是特别好用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它在分类上还是比较粗糙 要是真是正经的分类比较还要细一些 而且你草流你现在它还是需要你有一定的贡献 比如说你给他点捐款 人家叫捐款对不对 在我们那个年代干这活的人 基本上来讲我就认识这样的人 家里有闲钱干嘛呢 就喜欢这个 那就开情测论坛 这些文章干什么忙在这班 第一版权意识是没有的 因为那会觉得这些东西就应该给大众看 反正我写了就是就写了嘛 对不对 就给大家看呗 看的人越多越好 我也有本身也没有所谓的版权 也没有收益 台湾那边有一些 他们那会有有出 有一些出过书的 但是呢 这个一般来讲是没有收益的 那就是看的人越多越好 没有版权意识 也没有网络之间的那个呃 强的意识 因为大家信封的一种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整个的互联网是一个呃 生产内容的跟享受内容的 大概大家是应该都都是免费贡献的嘛 那他们那会儿就是包括自己掏腰包呃 驾这个论坛呃驾服务器呃驾这些东西都是自都是自己干的 没人管那个呃用户要钱 现在当然都不是了啊 这个肯定不可能了 因为理想主义这件事情是扛不了太久的 这就像那个老琢磨着说有那个呃所谓的共产主义这个你是你是没有办法真正实现的你只能有每个人的私欲 然后再成为这个终究最终的一个合力 最后呢成为这种呃成为这个叫什么呃成为一个相对好的社会吧大概是这样呃 其实最好玩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大概是这样就是我在那会儿在那个剧斗论坛上的时候啊特别有意思 一边啊就是这个呃情测网站这边大家都是那个哎呀呃一时楼主一生平安啊楼主好人呢 特别和气那这大家之间没有什么互相之间打的哪怕是你他就喜欢这个sm的我这边就喜欢这个呃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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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武侠的 那没毛病呃大家都都互相客气着说哎呀说那个其实也挺好啊 啊他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内容但是呢他有一部分是那样的内容我觉得这个不错大家讨论还挺还挺不错 旁边剧斗论坛分两部分我不跟您说吗还旁边是一台海论坛 那那那那您就看着吧那那打的那他妈天天跟热谣似的这个天天的这个台独的这边啊台湾这边跟那大陆的啊大陆的跟大陆的台湾的跟台湾的这互相之间一通乱战天天问候对方十八倍母亲 所以呢那就是你会发现特别奇怪就这一个论坛真正说这个大家很开心的地呢就是都在都在这和平的地方呢全在这个情色这边 大家的地方呢全在他妈的这个政治这边所以你就知道一件事啊这个世界啊真的就像那个六十年代说的要做爱不要作战 这个是一个好事你天天的那个政治性的东西互相之间打你还真不如啊多发展点这个这个情色的东西啊大家还能够世界和平一点 至少从一个从那个理论上说利比多释放出来更多的是对那个呃在在床上释放呢还是在战场上释放您觉得哪个更好一点啊是不是这意思啊好 谢谢如果跟大家下车几句啊没什么正经的